花莲县社区大学校长沈君如他参加花莲县员第三选区的选举 在10月份他参加一场公益活动的时候 和长辈合照被检举是会选 遭检调侦办有会选嫌疑 11号经地院开庭审理是以罪证不足无保请回 而不过在7天之内呢又第二度召开积压庭 对此沈君如19号上午召开了记者会 自清强调说他多年来都从事公益活动 他没有多送什么物资只送了两片酸痛贴布 看到一年多来做公益的沈君如被二字抹黑获险 太张训组队长张培祥在这次会当中 与沈君如一起从事公益十多年来 他出钱出力不予人知 被指沈君如送物资那一次 生活物资中的海鲜是常年做公益的海鲜厂商所提供的 物资当中沈君如只提供酸痛贴 我们不是刻意请沈君如小姐来参与这个活动 是因为他一直跟我们都在参与这个活动 而当天所发生的这个送海鲜给独居老人的这个活动 也是因为有一位海鲜的厂商 他也是常年在做公益活动 他知道我们巡守队有在做这些事情之后 他主动提出说可不可以 由他提供这个海鲜的产品来给独居老人 只要有人赞助 我们就会很心难的去接受 而且这是一个社会的善心念的一个发展 所以说我们不会去考虑到选举 或说其他的政治因素 因为这就是只是做公益的一个活动 沈君如小姐表示青年参选是他的坚持 也是他的价值 送物资要求选票这种污蔬的事情 他认为是污蔑选民 随着不会做这些肮脏的事 而关怀送物资的这件事情 应要跟汇权扯上关系 这是他相当心痛的 青年参选是我的坚持 是我的价值 送物资要求选票这种污蔬的事情 我认为是污蔬选民 沈君如绝对不做这种肮脏事 今天去送关怀物资的这件事情 硬要跟汇权扯上关系 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心痛的 那今天做了这个截图之后 就当成我的罪证 捕风捉影穿着附会 看图说故事 我心疼泰昌选手队被沈君如牵连 我心疼这些长者被沈君如牵连 要接受盘问 接受调查 为了要打击沈君如 在10月初发生的事情 在选举投票减15天 进行搜索 进行调查 把太上选手队的队员 还有我 带到地检署 你以为把我们戴上手铐 戴上脚镣 我们就会屈服 我们就会害怕吗 你错了 叫小败 不要出来酸乙 叫小国家败 属性就是属性 我们是清清白白的参选 我可以说 我是清联参选的典范 但是今天却为了行善这件事情 遭受这样子的误蔑 人死不过头点地 也要留得清白在人间 我尽量捍卫我自己的清联 沈君表示 他不会因为这样被打倒 清泽自清 相信司法会给他清白 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被打倒 亲者自清 相信司法会还我清白 在这里我也要说明 沐温毁云 温酒修过 这体力难容 摩栽账抹黑 毁人清誉 天理难容 我在这里行的证 做的证 深圳不怕引之邪 我愿意接受司法的任何调查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假如你已经厌倦了 没有证件 没有能力 只会摘一张抹黑的二指雪峰 请你投十四号审君录 如果你希望花莲宪议会 出现一个有勇气 不怕抹黑 不怕打压 不被拴链子的议员 请你投十四号审君录 假如你秀一个有头脑有智慧 能够明辨是非 请你投十四号审君录 审君录能够为你喉舌 能够替你发声 能够让公民压抑在内心的愤怒 让大家听见 记得请我请你下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